魏全龍的鐵捕 葉俊章先生被任命為新的魏全龍的總教練 別走 覺得很不可思議的老實講 到現在為止還是有這種感覺 那是真的非常感謝董事長給我這個機會 能夠成為這個魏全龍復活的一份子 我覺得非常榮幸 那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我相信這件事情不只是我覺得是看到希望 我相信是多少努力栽培小孩 然後有夢想的選手 這些家人他們會看到更大的希望 那我記得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那常常有人問我說 那你們台灣的職棒有幾隊 那我就想好像四隊這樣 他們當時說 蛤?職棒有四隊那是怎麼 你們是怎麼打 那你們一年打多少場比賽 我說120場 那你們是怎麼分配比賽 你知道我一直說像這種事情是 大家會覺得不可思議 為什麼有一個國家棒球那麼強 卻只棒只有四隊 那我常常在想這個問題 那今天魏總給我們這些參與這個行業的人 然後有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機會 我相信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希望說 我們會很努力把這個球隊做好 我相信等我們做好之後呢 就會有第六隊 第七隊 所以我知道在我們身上呢 會有很大很大的責任 很榮幸能夠參與兩次 然後球隊拿到總冠軍 然後球隊又跟著解散的一個人 然後我會運用過去的經驗 不管是成功的或失敗的 然後進行一些經驗教訓 然後把魏全龍帶到更好的地方 那我會跟領隊 然後還有所有教練團 然後魏全所有同仁 一起打造一個真正的魏全龍 其實我們對這個球隊是有大概是五年的計畫 那我們會在從今年到明年 我們會盡量接觸世界所有放球強的國家 那我們努力去學習 然後帶回這些經驗 然後融入這個球隊裡面 那希望在未來一軍的第三年呢 我們希望可以打進去季後賽 這樣子 這是我們給自己的期許 不過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這個球隊呢 是可以朝向世界的球隊 我相信 放球這件事情 他不會只是單一國家 我希望未來 不管是在大陸 在美國 在日本 在韓國 我希望都可以有結合 甚至於拉丁美洲 那我們會盡量朝著這方面去努力 這樣子 謝謝